尼古拉斯基志向來以表現力極強 極度入戲的演技見稱 1996年就憑著兩夥絕望的心 演酒鬼榮登奧斯卡影帝 做完文藝片 做大場面大動作也得 90年代他成為了多套賣座動作大片男主角 包括石破天驚、驚天動地等 還有不與心的奪面雙虹拍著尊特拉華達大玩玩面 不講不知 尼古拉斯基志 總一度被考慮成為下一任的超人 原來當年鬼才天布頓拍完《蝙蝠盒》 就想拍同屬DC的超人 一心鎖定超人狂熱粉絲尼古拉斯基志擔正 還已經試了造型 但最後電影都是因為種種原因而告吹 近年戲迷就找回這段失落了的歷史 去年少年行將高大電影入面 也找發基志來聲演超人 一元句的鋼鐵英雄夢 尼古拉斯基志飾演的《蝙蝠盒》 尼古拉斯基志飾演的《蝙蝠盒》 和老婆Mandy本來在深山過著寧靜生活 誰知有一天 Mandy被喪心病狂的邪教體重 還將她綁架兼殺害 Red 悲痛欲絕 唯有踏上血腥復仇之路 配上導演帕洛斯高馬圖斯 強烈迷幻的視覺風格 正是看到尼古拉斯基志 只是穿著內褲 血流滿面的造型 已經感覺到電影有多瘋 有多喪 狂逃絕路 嫌疑登陸 HMVOD 記得做好心理準備 先好看這套重口味溝爆之助 想看些輕鬆的作品 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 蜘蛛盒跳入蜘蛛宇宙 亦快張上架 裏面亦有機自昇演的暗影蜘蛛盒 立即下載HMVOD 看完《奪面雙紅》 石破天驚 驚天奪寶系列等尼古拉斯基志電影 重溫影第八邊Halo HMVOD兩週年競賞第一劇 3月15至4月14日期間 所有新登記用戶 即送你HKTVMod 50元購物優惠碼 快點叫朋友一起登記免費試用啦